受災地區是在墨西哥市 我們大部分的志工人都是在里昂市 里昂在墨西哥市大概將近有400公里 目前里昂市都沒問題 都平安 目前狀況不太好 因為有將近20幾棟的四層樓的房屋有倒塌現象 那目前手上的資料是有一位台商的四層樓加工業倒塌 那裡面現在困了九個 那是一個他有一個台商 一個華人 一地震造成大樓的倒塌的時候 那在當地的基礎會有那種地震恐慌症 他已震越來 所以加工的人說還有一個問題 政府那個警方還有部隊單位 已經不是開放收容所 開始收容當地的距離 整個監禁的警督跟那個台商會他們辦事處 會聯絡整個案件 那剛剛有跟宗教廚的東方師兄聯絡過了 那是 整個監禁的情況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做那個 此刻真的要為墨西哥來祈禱